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支持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選戰倒數一百三十天 昨天晚上阿明在臉書丟了這張圖 他說他要開始要連署了 這一回合連署除了展現 他個人的超能力之外 今天說要拼的是兩百萬份 而且他跟柯文哲 侯友宜全面開戰 因為一方面他把連署 當作個人大造勢 另外一方面柯文哲跟侯友宜 已經開始談藍白的整合 而且整合過程要封殺郭台銘 而且這個整合今天媒體追蹤 九月份要喬的是立委的選戰整合 十月份要喬的是總統大戰 好 現在整合是跟時間賽跑 但是邱毅出來放話 他說郭台銘手上有死亡筆記本 那很多藍寧都拿過他的錢 拿過他的錢之後 究竟要不要幫他選舉呢 同時這一回合邱毅評論 柯文哲只要跟國民黨和民眾黨 就會走到死路 事實上民眾黨最近染黑之後 已經快要走上死路 那這一個劉家昌這個時間點 繼續開戰 他說一二二五 他就要發動連署罷免侯友宜 所以今年的連署真的很精彩 但是同一時間民眾黨染黑之後 可能為選戰增添變數 因為柯文哲如果民調再度失血 那侯友宜跟郭台銘的政治能量 可能因此受益 而這背後會有哪些影響 我們大家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張奕善 大家好 再是康仁俊 大家好 再是周偉航 大家好 好 偉航安民財神到 他昨天晚上宣布要連署了 好的 昨天大家幾乎有在這個政治圈 有在追蹤相關訊息 都收到阿民傳來強大的誠意 他叫你加LINE 趕快加啦 已經時間要來不及了 大家趕快拿起來一看 果然正式宣布啊 這個主流民意大聯盟集結啦 總統聯署即將展開 顯然他這次要打的 比較不是傳統作戰 他組織傳統組織地方上 人叮人的這種作戰啊 已經來不及去做了 所以他的確網路時代 有網路的解決辦法 他打算利用大家 其比較常用的幾個平台 要注意是有抖音的喔 他是有設抖音平台的 除了Facebook YouTube 還有LINE啊 Instagram這種台灣比較 長輩啊年紀大一點呢 會用 還有小朋友用的TikTok就是抖音 他也有 好他打算利用這些平台做什麼呢 資訊推送的媒介 資訊推送出去我們一般 老一點的腦子會說 是不是要告訴我去哪裡聯署啊 今天最近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郭台銘正在跟中選會行文啊 能不能用數位聯署 能不能用數位身份證 或者是看大家能不能用一些更方便的方法 不要再去設那一些影印機那個啊 那個都是量體太大不環保啦 我們用數位資料傳輸嘛 我們也許就傳輸到一個 比如說設在鴻海就開一個場 專門把那些東西一次 用最大量生產的方式把它列印出來 好問題來了 中選會現在到底是站在什麼立場 他是樂觀其成還是依法辦理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畢竟法律是比較久以前訂的 沒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那講到現在的這個科技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已經很多 包括銀行啊 數位金融他都是手機去拍身份證 一樣可以完成認證嘛 好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我們連數位簽章的辦法都有選辦法 總統選舉辦原法有點老該怎麼辦 好那當然了中選會有沒有打槍 有我們總統選舉辦原法 他裡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修了什麼 之前有修啊 把那個身位技術 就是變臉技術等等的這些東西 也都有引進總統這個就選舉辦原法 當然他主要是規範的總統候選人 好那這一套能不能把它援引 用來這個全解現代這一份 這個連數書上面身份證照片的應用 哇這個接下來工坊精彩了 因為很短的時間內 中選會就必須做出解釋 因為郭台銘據說一個月之前 好像相關系統都已經建立下去了 他就已經打定主意就是我 就是要讓大家可能拍了身份證上傳 甚至簽名呢 欸我的手機簽一簽上傳回來 這樣可不可以允許可不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講說我要看著你親簽才行啊 可是原來只是本人親簽 也可能是代簽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本人簽 所以如果你要去爭執這些東西的話 真的會吵得沒完 但時間不站在郭台銘那邊 他接下來馬上就要展開連數了 那講到連數就會有很多功課 周一誠啊這個 他就提出了 這個郭台銘應該做的七件事 第一件宣布獨立參選 錯了 第二宣訴連數破百萬 很多人幫他放話了 預計9月13正式開始那一天 可能就在中選或哪裡 就直接大陣戰做出這樣的宣示 100萬分120萬分等等 好第三 碾壓柯文哲 拋開好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他碾壓柯文哲 他真的有可能變成大老二喔 欸對的確啦 當然他現在現金部分是碾壓了 現在差民意的部分 民意的部分能不能碾壓 這一個就是看接下來我們要去看的這個 因為民調齁 那如果加碼現金搞不好就可以碾壓 那就是說 現金可以一直加碼加碼 這不如直接開啟加民調公司比較快 但是我們要說大家也會去注意相關的事 等一下我會去解釋柯文哲現在的事所碰到的問題 再來是拋開侯爾儀 他就意思就是說 侯爾儀這個議題齁 就是侯爾儀作為國民黨正宗代表人的這個議題 必須把他壓下去 讓大家國民黨制者忽略侯爾儀是他們的正所正宗的提名 那當然這一點是國民黨特別要去防禦啦 所以范成年前天跟他郭台銘身邊一戰 今天就說范成年要停權兩年 直接就沒有中常委了 所以原則上來說啦 國民黨也是知道說 郭台銘大概會有這類型的策略 所以他避免嘛 就是我藍營正宗這個角色會被影響 好那當然最後面呢 如果他民調可以徹底拋開侯爾儀 壓下柯文哲 最後就有一個正當性可以重回國民黨 國民黨在最後面11月的時候 報名時不得不改題這個郭台銘 好那當然民眾黨可能打死不退 因為他還是有一個單一政黨 你沒辦法同時兩個政黨都提名你嘛 所以他說等到當選之後組聯合政府 那這個是一個在選前最後階段要去做的訴求 有點類似像南韓之前的整合方式 在選前最後一個禮拜我就說啊你這沒效啊 我用你當行政院長啊 我會重用你的人啊 我會跟你組這個國會的同盟啊等等的 去把它給吃掉 那第1個周一城還沒有講說 最後面選前吹票的大絕招是什麼 不過原則上大家都認為就是不外乎是這一 這一些部數已經不奇怪了 那今天邱毅又多 沒有沒有還有一個部數啊 就是邱毅講的 不是郭台銘講的喔 邱毅講的喔 郭台銘手上有一本死亡筆記本 喔好想看喔 所謂百官刑述 什麼叫百官刑述 這以前連續劇裡面提到了 人家有一本百官刑述 紀錄了百官的原型 到底幹了多少骯髒事 這本書一拿出來大家一起倒 所以你不能把我弄倒 好 那講到這個死亡筆記本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都是聯想到 當然不會是一些 可能不是犯罪什麼的 但有可能是郭董過去的投資方明錄這樣子 對 就是過去有多少人來找我 需要我全面的啦 需要我支援的啦 我都怎麼樣幾月幾號 撥了多少錢給你 你現在還一起來弄我 所以大家都在講嘛 這不是很像陳姓宇之前講的 當然你們哪一個沒收過我爸的錢 好像這類型的 這一種東西 郭台銘會不會最後拿出來當作第七招 那當然這個丟出來 我是覺得有點玉石忌粉嘛 那國民黨一起會燃燒 但是呢 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去暗示這些 過去曾經收過他的資源 受過他的支持的國民黨人 你在接下來的連續過程 你的動作不要太誇張 好從這邊我們就來拉回原來 我們剛剛講到的 在民調上郭台銘到底能不能夠 產生這麼大的壓制力 我們先來看 昨天出來的TPPS 這個是比較青藍的 破藍藍的會比較高的 好那原則上賴清德比較下來了 嗯 郭台銘離賴清德有一倍的差距 就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你實在是很難產生說什麼 壓下柯文哲又再壓下侯偶儀的效果 理論上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促成一種動力的變化 來 郭台銘宣布參選是違反承諾 不守信用嗎 同意的33% 不同意的39% 不同意喔 不同意這個是違反承諾 他支持度14% 喔 不同意這麼高 嗯 不同意的是怎麼樣 所以 如果要講道德正當性 就是也不是講道德正當性 願意在這個議題上 給予郭台銘一些暖心支持的近四層 就是說 事實上郭台銘也有正當性 也有正當性 事實上呢 就是這一個不公平 然後不公平的話 今天幾乎形同類初選了 所以郭台銘有兩個正當性 一個正當性是 他只要符合中國 中華民國的選舉資格 每個人都可以連署 每個人都可以參選嘛 所以他參選跟你周圍好像參選 一樣都有基本的 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正當性 應有權利 好這是第一個正當性 第二個是 共黨的初選黑箱嘛 黑箱不公平嘛 那他這個尋求整個社會的支持 現在看起來也有正當性啊 對要注意喔 這個是pro男的 就是比較青男的民調 還是可以做人這樣 那我們就必須再回來這一份 昨天有非常多我們同業的 看到這一份 賴清德跌到7% 你相信嗎 是不是從賴清德 就跑到郭台銘那邊了 昨天就已經有非常多 我們同業都是這樣解釋嘛 賴清德怎麼會從上一期 直接掉到30 而且他兩次民調 差距大概不到10天 就是過去不到10天 賴清德接近要崩盤式的差7% 如果你把他7除以分母是35的話 他其實是掉了五分之一耶 對超過 怪怪齁 對這有點怪怪 所以昨天大家解釋說 郭賴明的組成有一半是賴清德 好像有點不太吉祥喔 並非吉兆 大家有很多的想像 此刻踢台的郭粉 其中有二分之一 同時也是賴粉 他們劈腿 就是說 他們在此刻既挺賴也挺郭 欸是這個我想齁 這個大家就是繼續看下去 不知道大家講節目講講 那個數字會不會越來越高 這我都不知道 因為也有人發現 在激進黨也有什麼 百分之二四是跑去支持 這個郭台銘 就是邏輯到底是什麼 有點奇怪齁 不太好解釋 好但是我們還是回來看一下 TPPS比較細部的交叉分析啦 可以看出柯文哲的優勢喔 即便是在比較清南的民調 他也調了非常的多 而郭台銘在每一個年齡層 每一個組成的成分都差不多 而柯文哲在原本可以立手的民眾黨 卻出現有點散發的跡象 大概是只有七七八大概四分之三是 還是繼續挺 要注意這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那這男性呢很明顯啊 這個是男女有別的就是最名 最具代表性都是柯文哲 男女大概差了10% 那他比較不利的是在北北基呢 他是幾乎跟郭台銘打拼 可以說是幾乎快要掉到最後一名 那其實在其他家的民調中喔 有一個民調分析師告訴我 他說在細部的資訊 如果再做進一步的交叉 20到29歲再去交叉大專 就是交叉大學學歷 專科學歷高中職學歷等等的人 那他們發現一點就是柯文哲 原來在20到29歲裡面的高知識分子 比如說大學以上 碩薄的支持者的比例 開始衰減了 那比較願意熱誠支持他的齁 就我們不能講說人家三大猴子啦 但是會比較接近可能他 這雲家男地方黨部的那種feel 就是可能高職畢業衛生學 就是最高學歷高職畢業 但他是年輕人的 阿迪亞啦 阿迪亞但是也不是說這樣子就是阿迪亞 那我沒啦 昨天我公開在本節目痛罵的 柯文哲最近的台南地方黨部的主委 哪一個把女生拖到養生館去打的阿迪亞啦 對那個比較阿迪亞 那可能比阿迪亞大一點的 算老的阿迪亞 就是我不要說就是 我們在地方上拜訪的過程中 我們有去問到一些 就是地方上的人士 那他們跟我們講說 你現在出去外面 那些做生意的很多都會跟你講說 會支持柯文哲 可是你注意那是年輕的 年輕的店員 老闆店長都在後面默默都不講話 所以你會做街訪什麼 你會感覺好像大家都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支持者熱情奔放 主動拉票 但其他人的氣勢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覺得說沒關係就讓你講 這會造成好像 欸他氣勢很強 但其實不是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會流新聞網 他很妙喔 他這次推出了一份手機搭式化 好我們先來看手機搭式化 等一下還有純式化 手機搭式化總共2000份 我們來看一下 賴清德呢29 就將近30%啦 然後柯文哲23% 手機搭式化 所以有手機出現 柯文哲有力 兩個差7% 郭台銘12 後裔14 那我們再來看 警示化呢 賴清德轟殺 35.4% 柯文哲16% 贏到接近19% 什麼意思呢 你要注意 這兩份他故意講警示化 手機加示化 那他為什麼不拿純手機 對 因為陳手機柯文哲會贏 柯文哲是贏的 嗯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這家跟柯文哲的關係 比較良好 這是柯粉民調台 柯粉就是他會呈現出 也許是柯文哲比較樂見的一個項目 所以在當前的狀況下 手機加示化 你看起來是有差別 但他們意在言外的就是 實際上我們在手機是贏的 手機的民調才是準的 好我先問一下這個坤裕 連署專家阿民昨天幾乎要開戰了 他昨天其實他開戰也不意外 他現在不開戰大家都不會動 那個我一直在講說你要倒推14天 其實工作準備應該要10到14天 所以他現在不開戰不宣示開戰 不開始動作的話 那所有東西都下不去 可是問題就出來了 問題出來說 昨天碰到黃世秋 那個大家就稍微聊了一下 那他們跟中選會 就是大家現在講了很多方法 什麼LINE AI 巴拉巴拉巴拉很多東西 他都在跟中選會談 但是真正的這些技術上都不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中選會的態度 那個才是真正卡關的問題 那黃世秋也說 我們當初就是他 我公投的時候卡我 所以我到他門口絕食 現在對不起來不及了 你絕食都來不及了 那個中選會 他說不行 就通通拿去做基金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麼我們當年也碰到過類似的問題 也想要用網路的 用影像的 什麼影像檔 可是中選會 我就告訴你兩樣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法規上面 你的身份證就是要用黏貼的 第二個你的簽字 一定要親筆簽 你所有東西都可以用印的 但是你這個就一定要親筆簽 因為他要驗你的筆跡了 所以這樣兩樣事情卡下來 使得你所有的連署書 就一定要從紙本走 大家都講說郭董有超能力 可是為什麼地方派系縮手 那為什麼很多很多實體的東西 好像還沒看見 也沒有看到系統 因為他有超 但是能力沒有下去 然後甚至像某週刊 最近他報導說 上一波辦肇事晚會 那個請款就大家起毛了 對不對 而且他要按 地方都是錢 錢下去一筆 給你多少 然後大家獎定一口價 然後你下面去發 因為很多錢都是發現金 你哪有人 哪有人有單據 對沒有辦法去 沒有人可以打筒鞭 我去參加 我去參加你的那個 趙志婉會 我要牽勞報單 那不可能 所以他 可是郭董他們 不習慣這種作業方式 他通通都要照企業 那採購流程來做 地方派系 回去睡了 那就 就不玩了 有很多細節 好這些這些東西 大家都要互相喬 可是現在也沒有時間喬 你現在沒有把 你有抄但是沒有能力 好 這樣子是最大的悲劇 好 那個 他說財神爺出巡 出巡你要 你要 那個發一點錢 發一點那個什麼 什麼錢母 郭董為什麼沒有這樣子 發現金 比較扣啊 你覺得等一下 你覺得他是扣 還是他怕被抓包 因為他是郭董 他如果發現金的金流被抓包 他也可能事實上 惹出很大的麻煩跟風暴 但是那有很多的門路可以找 那個 什麼叫門路 中間在找代理人嗎 公關公司就是啊 公關公司一上發票 直接就過去了 衛董一定也有公關公司嘛 謝點鈴謝董一定也有公關公司嘛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們我們報 我們比如說我們辦一個活動 我可以燈光音響舞台 Router 然後什麼東西 每一樣細項都去跟你三家比價 對 然後每個細項都給你列一本帳出來 列這麼厚一本帳 然後給你報 我也可以說發包 公關公司一百二十萬 解決啦 那個那個事實上很好處理的 好就是所謂一口價的處理 那剩下公關公司去處理 那就是失葬了 那跟他沒有關係 就是郭董要平時孝性的話 就是要一口價開竿 就是一口價來一千萬 做多少連署輸出來 一口價 然後所有的細節 不用在那邊對葬了 對葬事實上 也只是徒增時間啦 對啦 就是讓他自己 那個老闆安心說 我錢沒有亂花 那問題是選舉的錢 今天就是出來亂花的嘛 今天就是出來亂花的嘛 什麼叫錢沒有亂花 我這樣講好 只能我一直在勸郭董那邊 只要有人碰到 我就會勸他八個字 叫做財善人聚 財聚人善 選舉就是這麼回事 有些時候 財善人聚 財聚人善 有些時候你就得要睜眼閉眼 這樣子 東西只要你要結果論 你就東西能夠出來 合格率達標就OK 你不要跟我亂搞 那麼你太計較那些細節 有沒有浪費啊 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你什麼事情都辦不成 真的 所以我覺得說 郭董現在 最好是趕快把 找一個律師 找聯署負責人 直接進中選會 跟中選會官員 面對面談 每一個細節 聯署什麼時候發 怎麼作業 長什麼樣 什麼東西可以 什麼東西不可以 我們全部都喬完了 會議紀錄 三方雙方簽字 要不然他等一下說 出門說不認你怎麼辦 你所有的作業細節 行政細節 然後做得非常非常仔細 這個事情做完了以後 你回來你才知道 你才有辦法部署你所有的作業 對不對 因為你接下去 他一定要走實體路線 所以你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郭董這個事情 得趕快做 再不做 他發再多廣告都來不及 等一下作業會一團混亂 好 人群要補充 其實因為剛剛提到說 那個什麼財劇人善 財善人聚 其實簡單 現在郭台銘來講 只有財善人安樂 因為你這些東西沒有下去 剛剛那個 昆玉哥講到那個報導 其實你真的看那個報導 最後一句最特別 因為最後一句在強調 郭董的財務控管 是很嚴格的 你什麼時候看到前面講派系 後面突然來了那一句 那其實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提醒郭董 上市公司是要簽 會計師認證的財務報表 選舉是沒有人在交財報 報統編的 是 對 但問題就在於是選舉財 因為老實講 過去大家講說 給公安公司核銷那些東西 是因為我有政治現金的募款 那我這些募款之後我要和銷 通常我辦活動一筆就爆掉 我不認為郭董身邊人 會不知道這個道理嗎 就是和銷這件事有這麼難嗎 沒有很難 但為什麼剛剛那個報導的最後一句 居然是Ending 居然講說 就可以看得出來 郭董的那個財務控管很嚴格 而且選舉裡面喔 那個賬報態系反而會充施 是 小弟曾經當年選舉的時候 因為寫了人家捐給我一箱水 還兩箱水 因此而被罰錢 為什麼 因為後來才知道他們那個公司 因為他前年度是虧損的 結果搞到最後變成我被罰錢 可是項目是水而已喔 水 虧損的公司不能捐準 要換上人間 我因為陳時申報了餅乾跟水 因此被監察院罰款 而且還被三次約他 普通人類捐水是很普通的事情 那我就是陳時申報嘛 重點是回到這一個啦 就是說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郭董身邊 其實我所知道就是應該是說 有太多人都跟他報價 那現在報起來是郭董裡面 當然他也有周邊 他有相信的人也有什麼樣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些到底誰最後來拍板 所以就會有剛剛提到那個狀況嘛 你報了 我覺得我不接受 那我就要你戲 老實講這個東西沒有那麼複雜 但為什麼把它複雜化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幾個民調 比如說有TVBS跟這個匯流的民調 其實這兩個民調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是這樣 因為剛剛提到那個T台的嘛 T台的民調是做出來 因為郭台銘參選之後呢 這個賴清德被發現到 他掉到30 對不對 過去大家都認為30幾嘛 而且他的民調裡面是 賴清德掉了7% 而且前後差不到10天 對是最多的 再回來看匯流 匯流 匯流這個不管你 你覺得他是民調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賴清德掉了29點多 是 他一樣掉 我講一件事情 我知道有幾個民調做出來之後 在這一波裡面 因為事實上 這個郭董其實 一宣佈參選之後 我知道有很多家都做了民調 包括政黨自己也做內參民調 但你有沒有發現到 真正公佈的沒幾分 對 有一個趨勢是呈現出來是賴清德真的跌 而且跌的趨勢滿大的 那一般就我們政治上面來講 就覺得有些會流中不發 有些變成內參民調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趨勢上面來講 很多人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賴清德 為什麼是郭台銘宣佈參選 搞到賴清德 你很難理解嘛 但我們回來講另外一件事 郭台銘當他正式宣佈參選的時候 民進黨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他正式的要求大家不准去挺郭台銘 這也很怪 理論上你政黨管他幹嘛 你也約束不了嘛 你為什麼要公開講 因為很簡單 而且很妙喔 國民黨下令喔 不准貼郭台銘 然後民進黨說 欸不要去連署 對 這個就很奇怪 國民黨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侯友宜會受到衝擊嘛 為什麼是民進黨 而且林俊憲啊這種 就原先講的 不好意思啊 我們那是慶祭公公的 這個不能去 因為很簡單 我認為其實侯郭跟柯 三個人經過這三四個月這樣纏鬥 基本上支持者能動的沒幾趴了啦 你看他每次動都是零點幾嘛 零點幾老實講 是因為我們現在沒辦法 你節目一定要討 我們節目講到 不然其實一般來講 三趴以下 我們大概就會說 算了算了算 可是如果今天有民進黨的人 真的認為說 欸對 我們就把它撐下去 把它亂去 第一個會反應在哪裡 民調 那如果是民調 如果是綠營的支持者 他今天抱著這個心態 欸我們去挺郭台銘好了 那郭台銘增加我可以理解 但掉的會是誰 一定是賴馬 因為他不可能同步兩個都支持啊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 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動作之大 立刻就跳出來講說 欸不對我們有四步嘛 不可以這個不可以那個 我認為他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趨勢做起來 可能對於郭台銘來講 他今天的選票裡面那個水分 到底有哪一些是真實的乾 那個乾貨 還是有哪些是水分的 他可能自己就要先想一下 好佩芬姐怎麼觀察這一局 其實大家剛剛講到郭台銘 是不是有正當性喔 你要問我的話 我覺得他當然有正當性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他在徵召初選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被騙 他覺得不公平 對國民黨耍了黑箱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掉 他5月18號講了那個臉書之後 他這兩三個月來 他也有戲弄了國民黨 所以換句話說他也虎了國民黨 或者騙了國民黨 所以他們這樣子兩相拉平的話 國民黨不欠他 他也不欠國民黨 所以各自忙各自的 那你說國民黨這種人就是說 為什麼下令以後還是有那個像客家 那個中常委還陪著他 國民黨就是那個認人不認黨的一個政黨 所以你說他最後投票的傾向 真的蠻難難預估的 因為但是你說他的超能力 是不是有一個事件部 以郭台銘的個性 還有他剛剛講 用錢蠻摳的那種情況下 有多少我比較懷疑 一定是那種有選舉過的 否則的話跟那個沒關係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剛剛講到 選舉你知道我們都幫人家助選過 沒有人要人家開收據的 就是一把鈔票這樣丟過去 像我自己那個時候在那個復工會的時候 我負責的就是宜花東那些縣市新竹 你知道嗎那些工作人員 他們就會裝好信封給我 然後呢 我下去發 發錢 對 就是錢 現金這樣子 像紅包這樣子 對 像紅包 那他們怎麼裝 沒有 就像紅包一樣 譬如說今天你要發幾袋 那你怎麼發 還是你就A走兩袋 不要覺得我沒禮貌 我只是問一下很多官員 觀眾心中的疑惑 OK 但是那個信封裡面裝的 我相信他們那些工作人員都知道 因為我們是小咖 那大咖的話 可是你是奉命去直接發現金 對 去發 比如說 那你每一次發多少你知道嗎 你有過手 有 他們會告訴我 會告訴我多少 也會告訴當事人多少 然後呢 但是就是看不同 如果說是工作活動費用的話 比如說五千啊一萬之類的 就會比較小 對 就會比較小 那比較大額的呢 大額的話就是 常常說國民黨 是用麻包在裝的現金去發 還記不記得 李登輝不是 那個時候直升機 弄垮了一個壓石 他就拿了兩百萬丟下去 不要爆 就拿去花 所以那個時候的國民黨 而且選舉你知道嗎 那候選人 剛剛奎運講的真的沒錯 沒有人真的爆炸 你就算丟了五十萬丟了一百萬 給那候選人 沒有人會叫你開單 你就丟下去 他怎麼花是他家的事 那我人情做到了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郭台銘這種方式 行不行的通我懷疑 就像我常常講 他在金門說要成立那個 和平宣言基金會 你拿出兩千萬美金出來嘛 你先就丟下去 看來到現在應該是還沒有 郭台銘雖然雄心勃勃 我說他要兩百萬年署 就算年署三百萬 就算你選上好了 你到時候的立法院 你沒有班底 沒有人會支持你的任何案子 你也沒辦法組織一個政府 因為他現在跟柯跟侯也不搭 民進黨更不會支持他 所以任何你提出任何構想 什麼和平宣言 黃金三十年 在立法院根本談都不要談 那你說國民黨有沒有事件部 抓在他手上 我比較純疑 如果有的話 他老早就可以丟出來 國民黨根本不敢玩他這個黑箱 尤其是現在這些人 他講的那個事件部 有可能他們那個時候講是 上一次三十一名大佬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人 我覺得比較不容易 那個時候他根本這些年沒有來往 所以我覺得比較純疑 只是我覺得他玩這個 基本上以他這種作風 你看他企業界說他是三無 沒有誠信沒有原則也無言 所以我就講他是個光感 他即使在企業界 他也都是一個人 所以你看他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他唯一的好朋友 就是宣明志 其他我真的沒有看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他的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花錢去連署去弄那些 最後投票投出來有沒有那麼多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就是賴慶德 為什麼民調這樣掉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在對談的時候問他說過 我說當初民進黨的青年勤政 你今天敢不敢大聲講 他沒有回答我 但是今天你看這個在野黨一直在攻他 那什麼蛋的問題 還有那些問題 如果社會氛圍越來越熱的話 對民進黨的選票會有傷 就上次去年11月26號選舉就是證明 就是說國民黨什麼都沒做 然後這個民進黨會輸掉 我覺得就是社會氛圍 還有就是那個戰爭的問題 像最近那個武器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民進黨還是要非常小心 那國民黨你說玩到今天 你自己玩死自己 好那我請教易善 另外一個變數是柯文哲 對我要講說其實看這個民調 其實最關鍵就是柯文哲掉的速度 其他是掉假的 侯友宜就旁邊點點點就好 因為他就一直在那邊點點點點 所以重點是郭台銘上來了 然後柯文哲下滑 當然賴清德這部分的下滑 大家都解讀就是講白一點就是 暫時性的支持郭台銘 就希望郭台銘來亂 但是我要說的郭台銘其實不是來亂的 而是郭台銘真的有機會整合柯文哲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柯文哲的速調的速度越來越快的情況下 柯文哲曾經講過能選就選嘛 不能選就算了嘛 他其實是在準備賣 當他民調高的時候 他曾經高到28%的時候 他覺得我可以透過氣保侯友宜 來贏得總統大選他不會賣 當他覺得現在已經沒局的時候 他開始準備賣嘛 準備賣有兩路在進行 因為買家如果只有一家價格不好 一定買家一定要兩家 所以他同時在跟國民談談 黃珊珊丟出所謂的聯合政府嘛 那柯媽媽說 郭台銘來講啊 以前四年前我們也講過啊 今天這個也繼續來講啊 所以他同時透過黃珊珊跟柯媽媽 已經開始在找買家了嘛 那黃珊珊怎麼講呢 我要講黃珊珊很有趣講聯合政府嘛 這也是邱毅講的說要修憲 但是修憲太麻煩 不要談修憲 說真的只要在立法院裡面三黨不過半 我直接講 這個總統就有可能是虛位總統 所以誰做總統是不重要的 誰做行政院院長跟這個立法院院長 是比總統還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 你總統只能任命行政院院長嘛 但是你立法院有倒戈權啊 如果是一個選票沒有過半的總統 再加上現在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的情況下 你當這個總統其實權力只剩下 所謂的兩岸國家國防外交而已 真正的內政的權力 還是在這個行政院院長 但是這個行政院院長 有可能被倒閣的時候 柯文哲為什麼會願意 這個問題嘛 但是如果三黨不過半的時候 我在立法院 我可以隨時跟綠的合作 或者跟藍的合作 我同時如果你把我 柯文哲要換掉 換到其他人 你就有倒閣的危機了 好所以假設這個 侯友宜跟郭台銘 真的變成總統大戰的總統政的的話 柯文哲事實上當副的就沒有吸引力 他反而去當行政院長 他會覺得比較有吸引力 因為他會有實質的資源 對而且一定要兼任黨主席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到的立委席次 都是部分區立委 部分區立委 只要有黨主席這個職權 我隨時可以把你這個立委換掉 所以你不聽我的話的話 你就會所謂的立委就會被撤換 被撤換的時候 我就會導致我另外換一個補 所以他實質可以掌控這個立法院 所以柯文哲要的是行政院長兼任黨主席 同樣朱立倫這次也沒選 但是朱立倫要的是什麼 他為什麼不斷的釋放說小雞們 可以跟柯文哲眉來眼去 可以跟郭台銘站台也無所謂翻點規 也無所謂開除的 都是那些不屑不重要的中常委 沒有一隻小雞被開除了我直接講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讓小雞們可以蹭柯文哲 或蹭郭台銘的選票 蹭完之後他可以當這個黨主席 他可以在立法院裡面有實質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如果他列為不分區的 比如說第十名第九名 他就有機會做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這個是朱立倫要的 做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再跟他的好朋友 柯文哲合作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十次過半 其實不管誰做總統 包含賴清德 都必須跟這兩個人做下來談判 因為賴清德指定的行政院長 有被倒閣的危機 這個就是他們朱立倫跟柯文哲的盤算 這也是黃珊珊丟出來了 那買黃珊珊要什麼 那其實柯文哲如果自我行政院院長的話 立法院這個副院長是比行政院長還穩 我只要擔任這個不分區的立委之後 我立法院裡面三黨不夠半 黃珊珊一定不管跟綠的合作 或跟藍的合作 都可以拿下一席的立法院副院長 這就是黃珊珊為什麼丟出所謂聯合政府的目的 那同樣的這個人為什麼可以是郭台銘 周一誠講的七件郭台銘應該做的七件事 為什麼講七件事呢 一宣布獨立參選這已經宣布了 二宣布連署破壞案這也宣布了 三連壓柯文哲 為什麼可以連壓柯文哲 柯文哲的選票其實是非常虛的 在美麗島民調裡面 他台北市已經掉到11%了 他年輕選票已經被賴清德另轉了 比如說柯文哲本身民眾黨的支持度只有10% 以在四年前剛成立的時候大概就是10%左右 但是柯文哲每次他的選票的轉移度都非常的差 只有大概4%左右 也就是說真正的鐵粉 柯粉只不過是4% 所以你可以連壓柯文哲讓他掉到5% 而柯文哲最近的很黑的事件 包含他媽媽今天的違建又被抓 以前最愛媽違建的就是柯文哲 現在連你家都有違建 你不要跟我講你不知道 你每年過年都會回家 都會經過那個防火巷 都會經過那個五樓去散場 所以你根本就知道你們家根本有違建 結果你當市長8年不斷的在罵別人違建 這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的 好那我跟討論 郭台銘如果連署的票量 你怎麼定義碾壓 就是說他要連署拼到多少份 民調拉到多少才算碾壓 我覺得他只要領先柯文哲打掛 打掛到10%以內 我覺得柯文哲甚至是15%以內 柯文哲現在已經逼近15% 細卡度的時候 如果在15%以內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就想要賣了 因為那個價格會越來越低 因為我要說的價格是 我一連署我自己取得總統門票的時候 我根本不需要你這張門票 民眾黨一點價值都沒有了 民眾黨現在剩下價值 其他的都可以棄保來完成 民眾黨剩下的那張價值就是那張門票 那張門票如果我不透過連署 我可以直接買下來當然有價值 當我可以透過連署不用買的時候 你的那張門票的價值 我可以透過碾壓的方式把你碾壓過去 好那我跟你討論 那如果郭台銘只有連署30萬50萬 那柯文哲就不甩他了嘛 柯文哲就過關了嘛 因為這是一個反向的邏輯 然後表示說郭台銘沒有本事碾壓我 一樣如果你有30%50% 因為他們兩個是悄悄板 如果郭台銘只連署30%到50% 他也不可能在民調上面超越柯文哲 這是相對的 只要他衝過了50萬票50萬個連署書 他才有辦法在民調上面碾壓柯文哲 一碾壓過柯文哲之後 他就可以跟國民黨講說 我以後選上重返國民黨 他就有他的內閣了嘛 再來就是說我跟你柯文哲 在剛用這個邏輯說 有可能你來做行政院院長 或立法院院院長嗎 再來組所謂的聯合內閣 這個時候所謂的氣科氣候的聲勢就會起來 好我請教世間議員科學專家怎麼看 你看我本來一直以為說如果以比賽而言 我覺得郭台銘一支是場內的觀眾 照說比賽應該是選手上場 場內的是選手 那觀眾大家退在觀眾席來觀看 那因為郭台銘他有那麼多的龐大的資源 所以他幫自己買了一張很特殊的 這個叫場內觀眾票 那再來我一直認為說 如果以打牌來講 人家上場現在在檯面上的 不是老K至少也都11點12點 只有你郭台銘是梅花山 那你梅花山的竟然你在叫牌 本來我都看 梅花山有錢 連署當然能叫啊 不然你也去連署看看 我本來一支蠻看衰郭台銘的 可是自從昨天郭台銘的國師群們 跳出來說郭台銘應該做的七件事 我聽了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他說第一點郭台銘應該宣誓獨立參選 第二點他應該宣誓連署破百萬 第三點他應該免課 第四拋喉 第五點重回國民黨 棄喉保郭 第六點說他應該主聯合政府 棄科保郭 哇我看到這個地方真的是 如果郭台銘真的這麼做 我覺得這個胸襟核其壯闊 字節核其偽劣 我真的不得不眼睛為之一亮 我不得不跟郭台銘說 哇請接受小弟一拜 如果你真的這麼堅持到底的話 我是覺得不但我大家都會覺得說 發自內心的佩服說 郭台銘為自己的人生成就最後這一個最大的 願望清單裡面最大的願望 因為這個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要能曾經擁有 所以這些國師群他們保留最後第七件事沒說 我在想第七件事我就幫他們說了 就是說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如果選完之後 那你只要完成願望清單就好了 我認為這是非常好 為所有的人立下這個人生志向 對一個最好的典範 好世間議員如果你是賴清德 你最希望這三個人出來哪個對手跟你對打 或者這三個通通都同時參選 你最希望看到哪一個劇本 我其實這有感情上跟理事上 那個 這個感情上 感情太重 講不出話 感情上 感情上 我是認為說 就是一對一對打 來挑戰說 真的 我民進黨 我就是不但贏你 而且會碾壓你們 我認為就是三個裡面最強的 就是柯文哲 你出來吧 哎呀你真的真愛柯文哲 我認為感情上 因為只有在最關鍵的這個時刻 打敗柯文哲 這代表價值上 國家的尊嚴 國家的前途上面 我們民進黨 這八年來走的方向是正確的 未來賴清德也會繼續 蔡總統的這個方向 以這個大方向來證明說 我們光明磊落的 打敗了你柯文哲所代表的非律 但理智上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他們每一位都參選 因為這樣的話 說實在話 不必花費太多的心思 但是我覺得未來的藍白河 當然現在都已經有蛛絲馬跡 但是最大的一個觀點 我認為最大的一個觀察點 就是在於說國民黨朱立倫 有沒有用十二道金牌去召回金普通 因為金普通現在在侯友宜的競選總部裡面 他是背後領總司令 那麼他兼軍 那麼金普通背著國民黨的癥結牌坊 他要求國民黨所有從政黨員們 小雞們都要遵從國民黨的三從四德 所以有他在 那在的一天 那麼藍白河不可能去碰觸 所以如果哪一天朱立倫動手 去召回了金普通 那那個時候就是柯文哲登堂入室的時候 但我覺得等到那一天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柯文哲必須付出一些代價 你看柯文哲最近他挺了李全教 他收了那麼多黑道來做他的幹部們 我覺得這些未來都是有後遺症都要付出代價的 不能說剪到籃裡就是菜 這一點柯文哲一定會付出一定程度的代價 好我請教佩芬姐 柯文哲事實上最近收了很多黑道阿迪亞 確實被批評民眾黨化變成黑道黨 然後他過去標榜的年輕高學歷的 這一個相對理性的可憤形象 事實上也可能被洗掉 而且我本人都懷疑 像我這幾天在痛罵他台南地方黨部 那一個阿迪亞 把女生拉到養生館打的那個阿迪亞 我本人直接公開問陳志涵 問黃靖瑩問林真語 你們吞得下嗎 你們可以接受你的黨部的幹部成員 是這種咖嗎 我就問這三個女生點名問 那事實上我觀察 這個確實是選戰這一個階段的重要變數 因為這一個本質的議題瓦解的是他最核心的科粉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他原來剛開始聲勢那麼大 然後那個民進黨 民進黨那個時候一直在打壓 打侯友宜 那侯友宜被打趴以後 那柯文哲一直毒秀 而且可以直追賴清德 那民進黨開始轉過來打他的那個青年選票 丟出來的那些政策 他青年選票已經完了 而且他那個仇女的問題 你知道你剛剛問的那三個那個年輕女生 他過去那些言論 連黃三三他們每個都幫他解脫 事實上他那個形象 在他當初選市長的時候就有人攻擊他 但是他那個時候真的是聲望最高的時候 所有亂七八糟的事情都上不了他 所以你看每次那個記者 他隨便講什麼東西 所有記者都追著他跑 那些記者採訪他的那些記者 你看真的是完全一臉完全仰慕的感覺 那現在他的形象被民進黨這樣撤 你知道我覺得民進黨的厲害 就是說他選舉他真的會打選戰 而且抓到的那個東西正好就是七寸 比如說黃國昌被他完全毀掉 現在完全沒威力 那現在抓到他的那個 那些黑道阿迪亞 對那個阿迪亞那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你原來年輕人覺得說 哇形象真的很好 超然然後也不沾染世俗這些東西 最後發現你還是要去靠這些黑幫的人 包括他上次去跟人家這個 你雖然說人家是更生人 但是你還是最後還是要去找這些人幫忙 如果你擺脫不了這些的時候 那對年輕人來說 那你跟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而且對年輕人來說 你們嘲笑郭台銘後面 佔一堆地方派系牛鬼蛇神 你們現在是佔牛鬼蛇神的小弟 對 那郭台銘還是小弟的老大 對 然後郭台銘還真的像小朋友 這個父爸爸一樣出來大傻逼 對 就說那你憑什麼嘴別人 當然我不是挺郭台銘 我只是說事實上很多時候 政治的選擇很大的本質 還是做決策的核心價值 那你坑著到底要不要捍衛你的核心價值 還是你的核心價值 其實沒關係 阿爹也是騙 牛鬼蛇神也是騙 他沒有核心 你知道我們所謂核心價值 就是說有時候核心價值 是要靠鈔票去堆砌的 你知道你沒有 等等等等我吐一下草 像我本節目我也是有核心價值阿 阿媽狗人會蛇神我沒有發通告 對 所以在座都是良民 在座都是良民 在座都是核式的意見領袖 核式的這個社會代言人 對 就我也有核心價值的 對 那我如果不小心踩到某個地雷 如果是我剛剛講的這種 那我就可能不會跟他往來 或者不會再發通告 這就是你的核心價值的維持 就說你就要堅持 那今天你堅持的就是你的原則 比如說這要高標準 高到道德標準 那對郭台銘來說 我的核心價值就是 老子今天砸錢下去 你們不讓老哥的話 老哥就會玩死你們 你看他跟國民黨玩的就是這樣 你騙了我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跟你這些地方的這些大咖 來玩你 挽回你 所以國民黨跟他是兩不相欠 因為你騙了我 我今天也騙了你 然後事實上也是 國民黨直到他宣布說要參選的那一天之前 還在期望說他會改變心意 所以我罵國民黨是阿Q 因為你明明他擺明了就是要跟你拼到底 因為你騙我嘛 所以我今天騙你很正常 所以今天老百姓也覺得你出來有正當性 因為你當初就被人家騙嘛 所以你現在騙回去很正常啊 而且你今天要靠你的本事 連署一百萬份兩百萬份 當然你說那個目標是有點高 沒關係要我們溜溜看啊 對 所以我們就去看 他有本事連到兩百萬份 中華民國未來兩個月變成連署加年華 到處遍地開花嘛 因為如果要兩百萬份 剛剛崑玉講45天要完成 每天要好幾萬份 而且不只 然後每個人去拉三票的話 他就已經破了蔡英文817票的紀錄 所以他如果真的有兩百萬份 那今天大家就敗了他了嘛 就是說你不管立法院有沒有三黨過半 連立法委員全部倒過去啊 可是現在是一份兩百塊 對 但是那兩百塊是給那個中間人 工作費 對 真正連署的 工作費 工作費 真正聽說要連署的是兩千 三千 沒有 這個就是要跟郭董講 這兩年通膨很厲害 對 你要反映通膨試駕 沒錯 你去外頭買雞排跟珍珠奶茶 你現在都漲價 然後兩千萬美金先砸下來 看看我的豪氣 人家立刻就會現實 然後這地方這些投人們 馬上就轉變啦 因為你現在你看到沒有那個 我老大不要 我小弟們要 可是今天我老大沒拿到 小弟也沒拿到 這個才是他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好嗎 好嗎 謝謝